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烙印 第110-113集 意外 关希儿看了一眼杨子 悄悄地叮嘱他去买些吃的回来 路易已经在手术室了 林夏绝不能再饿出个好歹来 杨子看了一眼手术室 转身走了 林夏靠着墙慢慢滑落下来 坐在地上 两眼无助地看着手术室 已经四个小时了 路易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林夏一点点地崩溃着 先是父母离世 然后是最疼爱她的奶奶 现在路易又在手术室里 没有半点消息 林夏心里慌乱极了 似乎所有她能抓得住的 都渐渐离她而去了 林夏把头埋进壁弯里 眼泪悄悄地滴在衣服上 慢慢地晕开 关希儿蹲在林夏身边 揽着她的肩 她知道她现在心里很难过 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林夏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不说话也不动 一切都静止在原地 无声静默 医院附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杨子随便打包了一些粥和包子 现在路易还在手术室里 大家也没什么心思去吃东西 随便垫垫肚子就好了 杨子看了一眼林夏 把粥地给关希儿 这种心情杨子能理解 当初她的战友去世前 他们不吃不喝地 在手术室门口 足足等了十几个小时 人最难熬的时候 就是这种无休止的等待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也不知道 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这种等待 往往才是最残酷 最容易让人发狂的 杨子默默地跟着蹲下来 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林夏 因为她的心里也同样十分不安 嫂子 盈盈匆匆地赶过来 身后还跟着陆建国和李红艳 我哥怎么样了 盈盈一脸地着急 李红艳正和路易通着电话 就听到了汽车碰撞的声音 紧接着就是救护车的声音 李红艳知道路易出了事 立刻给陆建国和盈盈打了电话 订了票就匆匆来了北京 林夏抬起着看着盈盈 缓缓地站了起来 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着转 林夏忍着眼泪和盈盈摇摇头 她也不知道路易到底怎么样了 她已经在这里 守了四个多小时了 但是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李红艳看林夏的神情 就知道情况不妙 她两腿一软 险些摔倒在地 顾亚男和陆建国一把拉住李红艳 扶着她到一边坐下 李红艳心里又是自责 又是无助 当时听着陆毅说 她在开车她 就该挂了电话 却坚持要和她说完 如果不是她坚持 和陆毅讨论房子的事 她就不会分心 她也就不会发生意外 可是没有如果 时间不可能到回去重来一遍 李红艳忍不住低声抽气着 她没想到她一念坚持 会让陆毅躺在这里 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 顾亚男揽着李红艳的肩 安抚着她 陆毅现在的情况 最心疼的莫过于李红艳这个当妈的 十月怀胎的辛苦 近三十的养育 如今陆毅生死未卜 叫她这个做母亲的如何放心的下 爸 吃点东西吧 我哥没事的 杨子把手里的包子递给陆建国 他和陆毅关系一向亲近 陆毅的爸爸也是他的爸爸 陆毅的妈妈也是他的妈妈 从第一次见面起 他就这样称呼他们 也一直是拿他们当自己的父母一样敬爱着 听到这声罢 陆建国愣了愣神 以为是陆毅在叫他 满心欢喜地抬起头 却发现是杨子 陆建国缓缓地抬起胳膊 机械地接过他手里的包子 两眼通红 盈盈扶着林夏 站在手术室门口 他知道林夏的陆毅感情一向很好 而且已经等了这么久 他早就已经崩溃了 只是硬撑着罢了 从接到李红艳的电话开始 盈盈的心就一直悬着 陆毅从小就很疼盈盈 无论到什么时候 他总是习惯于叫他小丫头 有什么好事 也总是第一个想到他这个妹妹 而如今 他却躺在里面生死未卜 盈盈焦急地看着手术室的门 心里忐忑不安的 林夏完全没有心情去理会其他人 此刻她的心里只有路易 她的眼里只能看得到手术室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走廊里几乎已经没有人了 除了偶尔会有一两个护士匆匆经过 每一分每一秒对于林夏而言 都更难熬 林夏的手机忽然响了 是蓝叶 喂 蓝总 林夏接起电话来 知道蓝叶找他应该是为了路易 林夏 路易有没有和你在一起 蓝叶的语气略有一丝不怨 应该是客户没等到路易 给他打了电话了吧 蓝总 路易出车祸了 现在还在手术室 林夏的声音有些哽咽 蓝叶没想到路易突然间消失 是因为出了意外 顿了好长一会儿功夫 他才和林夏说道 等他醒了告诉我一声 这几天你好好照顾他 我一会儿安排人帮你补上请假手续 谢谢蓝总 林夏听到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已经不记得他还需要请假 也已经完全忘了路易今天出去是要见客户 林夏 路易会没事的 蓝叶柔声安慰着林夏 听林夏的反应 路易应该是挺严重的 林夏没有再回复蓝叶的话 挂了电话蹲下来抱着膝盖 他连哭都不敢发出声音 只能悄悄地流泪 他怕他的哭声会惊动到别人 更怕他的哭声扰乱了医生的心绪 关希尔蹲下来抱着林夏 看着他连哭都要这么隐忍 关希尔心里特别难过 但是除了抱着他 他想不出还有什么能安慰林夏的话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 林夏扑过去抓着医生的手 紧紧地盯着他 林夏想要开口问 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那个勇气开口 他既想知道陆毅的情况 又害怕知道他的情况 陆建国他们纷纷围了过来 大家凭着呼吸看着医生 一脸的期盼 哪位是陆毅家属 医生看了一圈围上来的人群 我 我 我是他妈 我是他爸 李红彦和陆建国往医生身边凑了凑 焦急地看着他 手术还算是顺利 不过他还没脱离危险期 一会儿送他去ICU 你们家属去把费用截一下吧 医生平静地说着 或许对他而言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 但在其他人而言 这个消息无疑是一颗炸弹 将刚刚凝结的空气 冻结的时间瞬间炸开 林夏紧绷着的弦忽然间松了下来 手术还算是顺利 就意味着陆毅现在是活着的 至少他现在是活着的 林夏靠在关希尔肩头 将全身的重量移在他身上 陆毅浑身插满了管子 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林夏隔着玻璃描绘着陆毅的模样 平时总是他先醒来 总是他逗着睡着的他 但今天是反过来的 林夏想要像平时陆毅唤醒他一样的 去唤醒他 但他却一直安安静静地就那么躺着 林夏 先回去吧 关希尔过来揽着林夏的肩 他已经一天不吃不喝了 这样硬抗着他会吃不消的 那我走了 你乖乖睡觉 明天我再来看你 林夏和陆毅微笑着 就好像他们从前道别一样 关希尔看着林夏的样子 心里说不是出什么滋味 陆毅虽然手术是成功的 但仍旧没有脱离危险期 如果陆毅有什么万一的话 林夏怎么办 关希尔不敢再继续想下去 心里盼着陆毅早日脱离危险期 可以早一天醒来 晚上关希尔不放心 林夏自己一个人住 硬留下陪他一起睡 他知道 林夏现在只是嘴上的坚强 其实心里早已经乱成一片 回到家里 林夏早早地洗漱 收拾完就躺下了 像平常一样刷着手机 关希尔知道 林夏越是平静 他心里就越是压抑着 关希尔伸手去牵林夏的手 林夏转过头来和他笑笑 放下了手机 转过身去睡觉了 关希尔知道林夏是在回避 他只能默默地看着他 等着他自己发泄 睡到半夜 关希尔隐隐听到 卫生间有一洞 关希尔知道是林夏 关希尔轻轻推开卫生间的门 林夏背对着他 蹲在地上小声地哭着 面前是一把被摔坏的剃须刀 看着林夏的模样 关希尔心疼极了 他走到林夏身边蹲下来抱着他 却依旧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林夏其实很脆弱 很害怕失去 他所有的坏情绪 都会被他悄悄藏起来 连哭都这么隐忍 希尔 我摔坏路易的剃须刀 我把他的剃须刀摔坏了 林夏抱着关希尔大哭起来 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一边哭 一边和关希尔倾诉着 我只是想帮他收拾点日用品 送到医院 为什么我会摔坏了他 怎么这么笨 我怎么会这么笨 没关系 坏了咱明天再买的一模一样的 不是你的错 关希尔轻轻地拍着林夏的背 不一样 不一样 这把剃须刀是他最喜欢的 希尔 我好难过 我好难过 我不是家属 我连签字的权利都没有 希尔 你知不知道 我心里好难过 我连进去探视的权利都没有 我只能隔着玻璃看看他 希尔 我好想路易 我好想他 希尔 我不想失去路易 我不想失去他 关希尔抱着林夏 蹲在卫生间里 任由他哭着 白天在医院的时候 他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 现在 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 不用再去考虑 有没有人看到他的脆弱 有没有人看到他的眼泪 林夏活得太累 要考虑的人 要考虑的人和事太多了 此后的几天里 关希尔都 每天陪着林夏去医院 却也只能是隔着玻璃看着路易 杨子在医院附近 给陆建国他们订了宾馆 倒是免去了老两口来回路上的奔波 顾亚男 依旧是每天陪着李红艳 依旧扮演着那个 他自己设定的儿媳妇角色 林夏没有任何心情 和他再去计较 他只盼着陆毅能早点脱离危险期 早一天醒来 这天关希尔和林夏 照例早早起床收拾 准备去医院看陆毅 却接到了杨子打来的电话 希尔 快 快 我哥他醒了 你们赶紧来 电话里传来杨子激动的声音 林夏一听 陆毅醒了 抓起衣服就往楼下跑 他每分每秒都在盼着这一刻 关希尔匆匆挂了杨子的 电话 抓起外套 跟在林夏身后 林夏推门进去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陆毅已经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 林夏进去的时候 陆毅正看着李红艳他们说话 林夏看不清陆毅的表情 但他清楚地看着陆毅是睁着眼睛的 身上也不再像在ICU里 插满了各种仪器和管子 林夏正正地走到陆毅跟着 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 疼痛袭来的时候 林夏才真正相信 陆毅的确醒了 医生说陆毅昨天晚上就醒了 今天情况稳定一些 才给他转到普通病房来 陆建国见林夏来了 给他让了个座 知道他一定很记挂着陆毅 林夏坐到床边看着陆毅 他仍旧不敢相信 陆毅真的醒了 眼泪顺着林夏的脸颊滴落下来 此刻林夏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看着陆毅又哭又笑的 陆毅看着林夏 眼神里充满诧异 他不明白为什么林夏会对着他 又哭又笑的 林夏很快察觉到了陆毅的异常 他看他的眼神 没有了往日的宠与爱 只剩下了陌生 林夏下意识地想要去牵陆毅的手 竟然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恐慌 陆毅 我是林夏啊 林夏手足无措地看着陆毅 为什么他的眼神里会有恐慌 为什么他会害怕他的触碰 陆建国看了一眼陆毅 拉着林夏出了病房 医生说 陆毅大脑受损严重 会出现失忆的现象 他不光不认识你 对盈盈和顾亚男的印象也很模糊 陆建国看着林夏 不知道为什么 陆毅对其他人只是印象模糊 但对林夏却似乎是完全忘记了 怎么会 为什么 林夏听完陆建国的话 瞬间就崩溃了 他们彼此相爱 说好了要厮守一生的 现在陆毅不记得他了 还如何履行他的诺言 为什么会是他 怎么会是他 这时陆毅的主治医生正好寻防路过 林夏一把抓住他 陆毅的情况 他是最了解的 他要问清楚 为什么陆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医生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失忆 林夏满怀期望地看着医生 多希望刚刚陆建国 只是配合陆毅 跟他开了个玩笑 他一定不会怪他的 哪怕这个玩笑 他想多开两天也行 他会愿意配合的 陆毅的失忆 陆毅是新运性的 是他在受伤的时候 大脑本能地选择一些不好的 或者他想保护的记忆 疯藏了起来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每个大脑受过伤害的人 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医生看着林夏 知道他是陆毅的女朋友 之前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 在面对医学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例外 多久 他多久能恢复记忆 林夏无助地 抓着医生的胳膊 心理盼着 这个时间不要太久 等出院以后 给他找个心理医生 慢慢地恢复吧 有的人经过几个月的心理治疗 就渐渐恢复了 有的人 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全部恢复 作为家属 要有心理准备 医生的回答 依旧是不含任何感情色彩的 似乎在他的情绪里 没有什么喜怒哀乐 陆建国看着林夏 心里有些难过 陆毅现在的情况 乐观一点讲 他可能一段时间 之后能想起林夏 悲观一点讲 他们两个 可能这辈子 都没有这样的缘分了 慢慢地想起来 林夏苦笑一声 靠着墙慢慢地滑落下来 坐在地上 好不容易等到陆毅醒了 他却失忆了 不过是想厮守一生 命运也要一再地刁难 林夏两眼空洞地望着前方 心再一次跌进冰窖里 观希儿看着林夏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他这几天茶不思饭不想 只盼着陆毅能平安无事 现在盼来的 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陆毅只是对他印象模糊一点 还好说 但现在是完全忘记了 林夏忽然一头栽倒在地 吓得观希儿赶紧叫杨子出来 抱着林夏就往急诊室跑 等到林夏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观希儿正满面愁容地 坐在他身边看着窗外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希儿 林夏的声音有些少气无力的 哎哟 我的小祖宗 你可算醒了 观希儿听到林夏叫他 转过头来看透他 脸上依旧是满面愁容 希儿 陆毅呢 林夏看着眼前的情形 盼着刚刚只是自己做的一个梦 他甚至盼着陆毅还在ICU 还没有醒来 这样的话他至少还有机会 或许他也就不会失忆 他现在在病房 叔叔阿姨陪着他 你放心好了 观希儿有些犹豫地看着林夏 林夏 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林夏听到陆毅在普通病房 就知道刚刚不是梦 陆毅是真的醒了 也是真的忘记他了 林夏苦笑一声 也许真的是命运捉弄吧 此刻他反而不在意 观希儿要和他说什么了 没有陆毅 任何事情对他而言 都是无所谓的事了 林夏 你怀孕了 观希儿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林夏的反应 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消息 对于林夏而言 不一定是件好事 以陆毅现在的情况 这个孩子留不留 都会是个麻烦 林夏正正地看着观希儿 有些不可思议 他努力地回忆着自己 最近的身体情况 似乎是有一点不太正常 或许是因为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 这些异常情况 林夏心里泛起一丝苦涩的甜蜜 这个时候的小生命 不知道是好是坏 是真的 你想想你上次 什么时候来立架的 观希儿见林夏的反应 就知道 他有些不太相信她的话 观希儿自己也不希望这是真的 以林夏的性格 观希儿怕他会留下这个孩子 如果陆毅能恢复记忆还好 如果陆毅这一生 都想不起来林夏 那这个孩子 就会成为林夏这一生的负担 林夏下意识地伸手 去摸摸自己的小腹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生命 有一个他和陆毅的爱情结晶 麻烦